全民国家安全日 我们会利用全民国家安全日 去首次五个支的部队 一起加入棕色的步操 我觉得如果两句话 我们香港是可以建立一个 有香港特色的步操 4月15日 适逢香港国安法在港颁布实施后的 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包括香港警务处、成教署、海关、消防处 入境处在内的五大纪律部队 在当天的开放日活动上 首次同时加入中式步操作为表演项目 回归23年以来 香港纪律部队一直沿用回归前的英式步操 社会各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 随着近年香港的社会动荡 要求纪律部队对列去殖民化的呼声 愈加高涨 在主管五大纪律部队的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看来 步操是训练纪律和团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纪律部队而言有特殊意义 因而建立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的 步操势在必行 步操的意义代表什么呢 第一一定要训练好有关人员的团队精神 第二一定要训练好他们的几率 但是呢表现呢是有标准的 一定要表现专业威武而且记性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五个纪律部队呢 都可以按制止的实际情况 怎么可以既有我们国家步操的元素 也按制止每个部门的发展去怎么建立 有一个自己部门特色的步操 当天的表演中担任仪仗队指挥官的是 香港警察学院操练及枪械训练总督察盧宋 对他来说第一次接触中式步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我自己本身呢第一次看到的就是在视频上面 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我们的阅兵 那及后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到解放军 驻港部队的军营里面去参观他们的开放日 在里面也都有亲身接触到 他们一些中式对列的表现 我觉得驻港部队他们的表现是很专业 很有纪律也都很认真的也都很精彩 一个多月前香港警察学院举办中式对列培训班 由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成员教授 受训学院是来自香港各纪律部队的步操教官 培训内容包括原地及行进间的步操动作 以及军旗指挥刀和步枪等步操动作 谈及这段充满挑战的学习经历 同为学员的卢仪宋与潘子安仍略显激动 我想我和其他同事都很热切期待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很多挑战性的 在中式对列里面其实都讲求我们的一致性 整齐一致性 这件事也是凸显合作的精神 我们也是很要求一个铿铛有力的 凸显出每一个同学员或者异象的同事 他们都是表现了一个很自信的态度 我身边其他的学员其实都是对步操有认识和有兴趣 所以我们其实是怀着一个很积极很开心的期待 去接触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教官 也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积极专业严谨的教学态度 他们也是用不同的灵活的多变的教学方式去教导我们 据悉在未来香港各纪律部队会按照实际情况 制定其步操方式及安排相关训练 我觉得我们不要急于一时 首先我是加入了中式的步操 让每个部门按自己的情况去发展 最后我觉得多元有香港测试 也有国家情怀 我们既有勇气是面对过去 更有记性是向将来前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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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